你会想到有一天你的动画不再只诞生在电脑里 而是有一台手中平满就能实现你想要的动画 而Pro Dreams的诞生就是在验身这一点 还有很多我们没发现的惊喜 带我们一起挖掘 欢迎来到Pro Dreams的一个分享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一个画布的颜色给给改成这个深灰色 点击这个视察里面 有一个背景颜色 在这里 拖动 就放这里 现在我们都放置好了之后 我们这一步就是稍微的调整一下 进入到一个图层区 图层区之后 然后给它选中 选中好之后 参按组合 然后小狐狸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在图层区 组合 我已经分好了一些图层和建筑了 做动画的时候的话我们尽量确保我们没用轨道可以删掉它 确保轨道精简一些 我们首先我们先做一下那个 嗯 我们这个羊的动画 如果你想要你的动画更为丰富一些的话 那你所拆分的一个部件越多 之后所做动画的那个空间来说就会更多 羊角这个动画的话我们可以先设置锚点 在这里 吃着好锚点之后 完成 我们这个羊角就不需要有太大的浮动 所以说我会给它有一点小小的稍微的一个小动像 现在我们进入到动画 记录动画这一块 开始 视频差不多了 随住到耳朵展开图层随住耳朵 点击动画区 测试 数字 锚点 试着好 对 这个 这才行 嗯可以 因为嘴巴这一块我们也给它做个动小 我可以给它嘴部给它做个旋转 从而达到一个就是张嘴的小动画 我们再进去动画区 然后这个眼睛其实它在可以在过程中杂一下会更加生动一些 就是从一个我们可以来的给它做一个位移的一个动画 开始动画颜色 开始 最后生动一些 然后 我们再进行一个 整个压的头部进行一个移动 进入动画区 开始颜色 点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加一个位移的动画 再封锅一下 开始根 这里面的小鱼 我就想要它这个小鱼是跟它游动的 但是这个小鱼虽然游动 但游动之后它这一块 它是 其实不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块需要做个遮罩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做一个遮罩动画 我们要复制这个图层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在这个轨道选项 点击之后复制 它就会复制这个新的轨道 我们再拿这个新的轨道 给它移植到下面去 移植到我们目标做要动画这个位置 然后再进行 蒙版 拖下蒙版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看 再移动一下 这个小鱼 嗯 对吧 它移动不了了 对吧 然后 给这个小鱼做一个摇尾 摆尾的动画 是什么店 进入动画区 开始 通过多个节点的控制的话 不能让它稍微的更加 稍微深入 这边 好了 这时候 然后 然后做一次这个位移的动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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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这时候我们动画差不多 你看 是不是更生动一些 让我们做个小狐狸动 动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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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可以 我再增加一个动画在于 我还要 我还想增加一个动画就是在 这个海草这个有个动态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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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要做遮罩 动画的时候 那么 那么我们需要就是把这个遮罩层 给它放到被遮罩物体上面 然后 在选择萌版的时候 选择图层萌版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起到一个遮罩作用 我们再看看动画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其实 我觉得我们的小三 可以稍微的给它一个小小波动的动效 在整个画面看见错了 但是它波动不要太大 这一个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弯曲的动效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我给它一个稍微的一个幅度的一个小小 这时候我们的动画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这一个海草这一块再优化一下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